残坡不堪的民房还有炸烂的坦克 这里就是惨遭厄军灭村的哈尔科夫小镇卡米扬卡 现场所有零星的居民返家搜集谨慎的古物 但原先这里可是有1300人居住 如今形同从地表消失 周六适逢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到场哀悼 当年在史达林时期下 酿成400万乌克兰人饥饿死亡 现在的普京则像是想重演历史 幸好欧洲多国领导再次承诺支持乌克兰 比利时总理到访重申力挺乌克兰加入北约 其余光临的贵客还有他 他就是知名前双胞胎太空人之一 史考特凯利 他访问基辅期间特地造访当地的一间儿童医院 并送给遭炸伤的13岁女孩NASA纪念徽章 他严厉谴责俄军轰炸百姓的行为 战争让乌国人流离失所 然而俄罗斯继续以港口检查作梗 导致乌克兰11月出口粮食不到300万吨 另外俄军近期也扩大炮击赫尔搜 CM报导当地至少发生55起攻击 纪念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